今天十五点十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地将天会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天会一号卫星主要用于科学研究 国土资源普查 地图测绘等诸多领域的科学试验任务 这颗卫星获取的摇杆信息和试验结果 将对我国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 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28次飞行